開始有壓力了 然後會很難入睡 然後睡著的話其實也都是反覆在做夢一些 即將要面臨的工作 其實還滿擾人的就對了 那現在最擔心哪一部分 忘詞還是割頭 我覺得忘詞還好 因為現在有很多的技術可以克服這個問題 其實比較擔心怕自己的那個身體 怕自己的身體狀況會不好 所以就是像我現在走到哪裡 我都永遠就是戴外套或者是圍巾 我就是很怕感冒 然後把自己身體保持好 然後要保持運動 代表是鍛鍊體力啊 運動啊 所以我現在就是原來的運動量都要double就對了 那今天彩排的感覺怎麼樣 跟黃琦老師 超好 因為其實剛剛我們唱這首歌啊 其實在黃琦這張專輯裡面呢 是我記得我第一次見到黃琦的時候 我就跟他講說 我超級喜歡你這個歌 如果你能夠寫一首這樣的歌給我唱有多好 因為我每一次聽他那個歌 我都會感動的哭 所以我不知道耶 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因為這樣 所以他這次謝謝黃琦 他能夠在百忙之中來當我的嘉賓 然後今天還能夠跟大家來見面 那他也特別挑了這個歌 其實這個歌我很少聽他唱 但是我覺得這麼好聽的歌 我也希望可以把它推薦給大家 這個真的太好聽了 黃琦老師要不要講一下 呃我覺得就是今天就來到這裡 就非常開心可以當這個益君姐的這個嘉賓 然後因為我知道益君姐壓力特別大 然後呢就是這個又自己在錄 最近又錄了新的新的唱片剛錄完 然後又有演唱會你知道嗎 就是壓力大會就像我前陣子去 我是歌手比賽一樣 那個 你會有壓力嗎 你這麼會唱的人耶 那個是一種就是一種無形的壓力 你有很多事情就是在在身上 譬如說好你要扛票房 我告訴你 我看到你的票房已經已經已經非常安全了 所以不用再有壓力好不好 壓力永遠是就是會一個接一個 已經都做滿了 還要什麼壓力 你就好好唱歌就好啦 人是這樣人很喜歡沒事找事 哈哈哈 對所以我覺得就是希望就是這次益君姐 可以好好的把這個過去到現在的一些經典 然後好好唱 不過我要說一下 我還有一部分壓力是來自於黃琦 又我 對 那我走了好了 不行等一下 因為其實這次的我的新專輯呢 就是黃琦有參與一些在這個音樂上面 所以呢 我就覺得說一定要把他的歌唱好 所以每次唱到他的歌的時候 我的壓力就會很大 哈哈哈 蕭先生 蕭老師 所以沒關係你有壓力 那我拿一個那個安神茶給你好不好 安神就好 其他就不要再安了 我那年紀很大 不是安太茶 是安神茶 我用安神茶 然後次於讓你每天好好睡 因為其實睡眠是最重要 唱歌的人 唱歌的人如果有良好的睡眠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已經就是所有的票房都已經沒問題的狀況之下 你就好好的剩一個多月 我真的很怕 因為就是 重點是 他太厲害了 就是禮拜六晚上一場 然後禮拜天下午又一場 對啊 你看你看 他眼睛這樣 我自己也覺得可以睡覺嗎 我希望能夠睡好 而且聽說兩場都已經可以坐滿人 然後 如果聽說還有人都買不到 要買不到位置的時候呢 就要再加場 你有考慮加場嗎 下次 請問一下 因為演唱會最怕就是比較無法準時啦 你自己因為有發現說 那個演唱會遲到兩個小時的狀況 外國歌手 你是說昨天嗎 對 因為昨天我女兒有去看 因為我一直在 我的車在小區站門口